郭先生剛才說到增加三個金 你就想縮數 就以資產審查 說到港人港地這個政綱 你就說只是以防萬一 並不是真的要做的 主席還有 全民就是 梁振興先生有四大的政治任務 梁先生又不承認 不過那個是 全港很多市民都反對的 洗腦國民教育 就勤勤青又要出台 主席還有 梁振興先生過去處理最近 一些市民很關心 他的一些負面的新聞的時候 梁振興先生就用出三大法寶 就是拖 卸 備 拖就是簽建問題 王議員請您回答 很快很快 主席不用擔心 很快的 簽建問題就現在拖了下去 就說有人提出司法覆核 提出懲懲 於是就不肯向市民交代 向市民交代就不用任何的理由的交代就可以了 還有就是你又去射了 將問題射給那些諸位人士 射給太太 不過就由羅范昭勳去射 還有就是 李旺陽事件六四問題呢 你就走去避了 就不肯說 主席 我想問一問梁先生呢 就上任前後呢 就每一句說話呢 整天都說了以為 就是他自己以為是真 潛意識可能以為是真 但是事實上就是假的 我想問一問梁先生 上任只是十天而已 這麼多市民 對你的誠信 是這麼多的質疑 還有呢 也都擔心你做了行政長官的工作之後呢 繼續呢 用這種這樣的沒有誠信 還有呢 是不誠實的手法管治香港呢 令到市民很擔憂 我第一個我就想問問梁先生呢 你怎麼從嚴處理 你正在說的 怎麼從嚴處理你的誠信問題 還有你以後 會不會再繼續用這些沒有誠信 還有呢 是拖 射 避的方法 來處理香港市民的問題呢 議員提問的時候 不應作長篇的發言 文政長官 主席多謝黃聖志議員的提問 我十分重視我個人 和我團隊的誠信問題 誠信是公職人員的生命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重視 在僭建問題上 我沒有拖 沒有射 沒有避 知道 有可能是僭建 雖然有些專業人士說 會是灰色地帶 我都馬上處理 我沒有隱瞞 而且 我請新聞界的朋友 去現場 拍攝 錄影 報道 這個就是我自己從嚴 處理 誠信問題的其中之一個做法 黃聖志議員剛才提到的其他一些事實性的問題 我覺得亦都可以通過大家 講事實 擺道理 開城報公的方式 來解決一些有關誠信的質疑 譬如說國民教育 大家知道 在社會上已經醞釀討論了很久 亦都做了很多的資訊 國民教育並不是第四屆政府上任之前 或者我當選之後才提出來的 四大任務 昨天在荔枝閣的地區論壇當中 有地區人士提出來 我都是已經有兩三個月沒有聽到 他再提出來的時候 我也都馬上清楚地回應他 中央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人 從來沒有叫過我在香港執行什麼 這四大任務 四大任務裏面 傳說中的整頓香港電台 更加沒有一件這樣的事 在我決定參選之後 當選之後 上任之後 從來沒有人跟我提過 香港電台的管治問題 旺論整頓香港電台的問題 所有這些只要我有機會 我都向大家開城報公 清楚說明 郎靖之議員 是, 多謝主席 主席, 我再繼續追問梁振英先生 就是你說到你沒有誠信問題 但是潛建的問題呢 市民覺得你是說謊 你騙人 你就在說 有些專業人士曾經告訴你 你的潛建是灰色地帶 如果你從嚴的時候 灰色地帶你一定要處理 我想問一問梁振英先生 你的傳媒的人士告訴你 懷疑有潛建 你就立刻拆了 眾所周知 過去一段長的時間 我一直請各方的朋友 包括傳媒朋友 去我家作客 吃飯燒烤 以及在我家的花園那裡 多次做現場的採訪 如果我知道有關的 扣建物是潛建的話 我不會請傳媒去我家 坐在葡萄架或玻璃棚前面 是接受大家採訪的 灰色地帶 專業人士 何時告訴你灰色地帶 他要回答的 你知道行政長官答問會的規矩 你問了一次的補充質詢之後 你就不能再發言了 王國健議員 主席 我們看到行政長官 在選舉的時候 和選舉之後 都多次落去地區 聽取市民意見 我們有理由相信行政長官 已經充分掌握了市民